你希望台灣的聲音 有所謂七家的故事 有七個猴子統治這個山上的花人 花人不知道過去的歷史 因為他們都喝了一種遺忘的水 有一天發現魚馬來了 猴子很緊張 因為魚馬就代表 牠要恢復大家的記憶了 我們的劇情上是 森林燒起來的狀況 會漫天的星火燎原 打破那種鏡框式的霧板 讓孩子趕躲到前進去